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挑战者 用他们的挑战项目 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们就是来自警戒的精英们 比如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曾经见到过有警官 依靠足迹来识别人 依靠人的影子来识别人 用画像来识别人 甚至还可以通过 头骨的复原来识别人 各种各样的能力 让我们看到了在我们身边 这样一些守护着我们安全的人 那么今天我们挑战不可能 新春特别节目 我们也把警戒当中的 两位挑战的王者 请回了我们的舞台 掌声有请两位出场 莫连好 又见面了 您好 您好 姚警官 董警官 您好 又见面了 欢迎两位再次回到我们 挑战不可能的舞台 大家好 我是姚刚 是来自湖北省沙岩汉境监狱的 一名基层民警 欢迎您 大家好 我是董燕珍 来自吉林省松原市公安局 宁江一分局刑警大队 欢迎您 欢迎两位 二位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对 两位的曾经的挑战项目 都给大家留下了 极其深刻的印象 听说燕珍 现在已经从一名派出所的民警 变成了刑警了 是吗 对 我参加完咱们挑战不可能 这个节目以后 我就被调到一分局视频侦查大队 成为刑警是今年一月份 被调到刑警队的 那你可以更好地 把自己的专业技能 运用到工作当中了 对 我身边这位 我的老乡 来自湖北 对 一位监狱民警 他一年就多了一颗星 对 我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对 还是李博士对这个很敏感 在今年的五月份 我获得了湖北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而且在今年的六月份呢 我也当选为团代表 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十八次选国代表大会 确实非常荣幸 非常激动 当然也背负了一顿责任感 所以参加完我们节目之后 自己的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 也都取得了很多的进步 对 但是两位今天来到这里 仍然还是要用你们极致的挑战 来为我们今天的新春特别节目 送上一份你们的特别的新春贺礼 那么今天 两位怎么个挑战法呢 今天我们挑战的依然是 通过行进中的影子 来找出对应的真人 但看影子是你的长相啊 董警官是看脚印啊 所以董警官要看什么呢 我看腿 您看腿的影子 对 因为在平时工作中 我利用足迹比较多 我到一份局视频大队工作以后 基本上接到全国各地求助 帮助分析的案子 都是一个人影 默默乎乎的一个影子 对 所以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利用行走中人的影子 来找一下人 所以董警官平时在工作当中 对他有了新的要求 不光是足迹 很多视频资料 实际上是要辨识人的不态 接下来宣布一下 我们今天的挑战目标 我们会请出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 由评委随机为这20位挑战助理编号 这20位挑战助理 将按照你们编号的顺序 依次从幕部后面走过 而我们的两位警官 将观察他们20个人的景 找出评委选择的目标影子 是哪一位 那么两位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挑战者 到挑战椅稍事等待 请挑战助理为他们戴上耳机和眼罩 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请出 我们的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 在此以前不能让这两位 接触到他们的任何信息 首先我们有请特殊的挑战助理 有请20位上场 长得一模一样 双胞胎吧 好像啊 这两个挺像 就是双胞胎 全是双胞胎 走路都一样 就非常相似的双胞胎 非常像 一模一样双胞胎 欢迎我们的20位特殊挑战主 刚刚他们走出场的时候 很多观众就发出了轻微的惊叹 原来我们和之前的挑战一样 找了10对双胞胎 10对双胞胎 这20个人至少可以量量混淆 就是看本人 我们都有可能会产生混淆 但是接下来两位挑战者 要观察的是他们的影子 接下来请挑战助理上号码牌 还要请现场的三位嘉宾评委 为他们随机打乱 随机进行编号 这样的话 我们就确保所有的号码牌 没有任何规律可循 把这20个号码牌 随机发给我们场上的 20位特殊的挑战主义 好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我们的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 到台下进行准备 谢谢各位 我们稍后见 同时我们上 稍后挑战的道具 这就是稍后他们观察 要用到的幕布墙 去年挑战是露出了三条 对 这样先找一位现场的嘉宾 帮我们站在后面试一下 让各位感受一下 我们今天幕布的最大变化 好不好 三位当中跟刚才那些 特别挑战助理最像 你试一下 来吧 我陪你走 孙杨平伟 来来来 请开灯 好 来 哇 这好像双双重的影子 对 这好像双双重的影子 今年的影子好像有好几个 有重叠的 对 你们看到什么了 六 九条腿 仙女 仙女 我们看到 六条腿 李博士真会聊天 我们看到了六条腿 谢谢三位评委 让我们观众感受到了 今年幕布的最大的不同 一个是我们流出的 信息空间更小了 一侧是给上半身 一侧是给腿部 而且影子变成了多重的 深浅不一 交织在一起 重叠在一起 也给挑战者 很多的信息干扰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有请挑战者 摘掉他们的耳机和眼罩 一步挑战区就位 有请挑战助理 这个幕布和去年 摇杠挑战的时候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流出的空间更小 给你的信息更少 给董警官的 只有腿部的信息 给你的只有 从肩膀往上 这一部分的信息 我觉得对董警官 也有难度 因为他毕竟是 从变脚印 变成了变影子 对 这个还是有 很大的区别的 对 实际上董警官 从过去平面的分析 变成现在立体的了 过去您看的 就是脚印的 这个足迹画下来的 这个 对 过去 当然也有深浅 对 那是静态的 那我们今天的挑战规则 评委针对 20名特殊挑战助理 随机编号完了之后 20名特殊挑战助理 将按照你们刚才 随机分发的号牌 编号顺序 从遮挡幕布后走过 他们是依次走过 挑战者将对 20个剪影进行观察 观察结束以后 三位评委 每人随机抽取 一个目标编号 你们随机抽一个号码 而挑战者 需要正确找到 这三个编号的影子 对应的特殊挑战助理 是谁 才能算挑战成功 如果其中一个人 找对了 另外一个人找错了 算挑战失败 挑战者 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而且在找人的过程中 两位还不能 共同商量 各自工作 各自寻找 两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那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 一起来见证 这样一个难度极高的 挑战项目 我宣布 挑战开始 一号模特儿 三个影子 我们看东西 一定要一个正确的影子 现在你有三个 等于在干扰 所以它在脑筋里边 要给三个合成一个 所以这就比较困难 重影容易造成眼花 特别是在灯光照耀下 影子的边际 是不好第一时间 把它锁定的 它两个站在不同的地方 一个在这边看 一个在这边看 不能讲话 各看各的 两个人错一个就失败 二号模特儿 二号模特儿 所以我就选择中间那个来飞行 很多相同的东西出来之后 而且它是动态的 眼睛原来受不了 而且双模态之间 它相似度太大了 所以说在观察的时候 有可能出现错误 15号模特 挑战中就是记忆这块是最难的 为了记住特点 每一个模特走过来 我都把它腿形线给它画出来 我觉得对董警官有难度 因为他毕竟是从变脚印 变成了变影子 董警官从过去平面的分析 变成现在立体的了 没有多大的把握 两个人错一个就吃饭 18号模特 或计是从变 这种感染的还是要通过 自己思维上的一个分析推断 正常人影子应该是多宽 今年困难的就是资讯 比以往少多了 我们留出的空间更小 两侧只有大概宽30公分的区域 而且影子变成了多重的 他两个站在不同的地方 不能讲话 他们俩答案必须是一致的 如果其中一个人找对了 另外一个人找错了 挑战失败 挑战失败 主持人 所有模特已展示完毕 谢谢 感谢我们的20位特殊挑战助理 接下来 我们还要让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 去稍微做一下准备 他们要遮挡住自己身上的号牌 然后再次登场 刚才我站在那 我就听见身后的观众在那 各自发表高见 观众洗礼说 看腿型就可以 行 你们都有办法 接下来两位警官可以到等待区 整理一下各自的资料 谢谢 一号模特 二号模特 六号模特 我组剧我有尺子 用眼睛和尺子结合着看 影子好感官 所以这次没有底 对董警官有难度 两个人错一个就是万事 重引容易跳起眼花 影子的边际是不好第一时间把它锁定的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 已经做好了他们的准备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再次有请他们返回现场 来啊 看腿型啊 我们刻意把他们换上了运动服 遮盖了很多的身体信息 接下来我们有请三位评委 每人随机抽取一张号码牌 作为给姚警官和董警官的题目 有请挑战助理 请各位观众注意 我们现在的ABCD这个字母顺序 并不对应他们的号码 不是说一号 二号 三号 是ABCD 这个字母顺序也是随机贴上 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挑战者 回到挑战位 题目已经在这里了 李长玉博士选的是16号 董青评委选的7号 孙杨评委选的20号 究竟这三个影子是属于哪三位姑娘了 这个需要你们现场来寻找 并且给出你们各自的答案 接下来我们会请这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 按照他们字母的顺序 在梯台上面来回走秀三遍 然后每位挑战的警官将会有10分钟单独观察的时间 每一个特殊挑战助理身上都贴有字母编号 两位挑战者分别将各自选择的三位目标人的字母 写在您的答题卡上 我们稍后来进行验证 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挑战者开始共同观察 请各位观众注意 我们现在的ABCD这个字母顺序 并不对应他们的号码 不是说1号 2号 3号是ABCD 这个字母顺序也是随机贴上的 我们的两位挑战者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字母的顺序 来确认16号 7号和20号 高跟鞋和平底鞋走路有点区别 平底鞋走路步子会长一点 步宽也会变宽一点 16号模特 20号模特 很难分辨了 现在出来的时候穿的是运动服 对肩膜的遮挡它是有一定影响的 7号模特 我对他们两者之间的这个动态 16号模特 还需要进一步判断 好 接下来 董警官单独观察10分钟继续开始 白色 M和G你俩下来一起走 腿型有直型的 有O型的 还有剪子型的 他们要运步走起来都是有特点的 4M和T 16号模特 7号模特 20号模特 姚警官单独观察时间 这位模特 上前一步 请 嘴巴和下巴之间的影子 下巴和颈部之间的角度 脖子和肩部之间的角度 这三个弧度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正面 一个是侧面 20位模特全部换上运动服 小腿跟肩部为服装包裹了起来 能够进行变质的部位 几乎全部被遮挡 而且所有模特都换上了平底鞋 走路的步态也跟穿高跟鞋有很大不同 两位挑战者面临着重重难关 只要有一人出错 就将导致整个挑战失败 掌声有请两位警官回到舞台中间 这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挑战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六个答案 是否和我们最终正确的目标人物 能够吻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逐个验证 首先我们来验证李昌玉博士 您选出的16号影子 是否是董燕珍警官和姚刚警官 选出的目标人物 我们先来看董燕珍警官给出的答案 他认为16号影子的主人是 目前标号为 最开始揭晓的16号呢 是我最需要的答案 先是揭晓董警官的答案 那么在这时候呢 我的心情也是非常紧张 16号模特 腿型有直型的 有O型的 还有剪子型的 他们要运步走起来都是有特点的 16号那个容易判断 难度最大的一题呢 应该是16号 Cue Cue Cue的挑战助理 16号模特 好 我们来看姚刚警官给出的答案 16号影子 他认为目标人 此刻的字母代号是 第一个是最紧张的 揭开之后 我就再考虑姚警官那个到底是什么 他们俩答案必须是一致的 16号模特 2 2 这三个弹 这三个弹 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正面 一个是侧面 一个是侧面 16号 挑战的 挑战的要求是 两人全部答对才算挑战成功 那么就要求 两位挑战者 选择的答案完全一致 如果两人所选的答案不一样 就说明其中有一人答错 那么将宣告挑战失败 Cue Cue 好 我觉得如果两个警官都锁定了同一个人 这个几率应该比较大了 但别着急 有请字母标号为Cue的这位挑战助理走到台中间 16号模特 他是不是16号呢 我们有请这位挑战助理慢慢地揭开你的字母遮盖 好 难度最大的一题应该是16号 他与其他的模特行走的最大的区别 在于他的步法要比其他人要稍稍大一点 因为步法我是看不到腿部的 我也是把他的相对的双胞胎4号也找出来了 我只是觉得这两者之间非常像 在观察他们双胞胎的时候特别的困难 16号那个容易判断 他穿裙子的时候 腿外边这个边缘有一块肉是鼓着的 他穿着衣服的时候 重新露了骨头也是往外的 他双胞胎嘛 两边那个就小一点 起 10 10 对了一半了 16号模特 哦哦哦哦 没没没 还没有 有可能是10号呢这是 不要着急 不 16 16 好 漂亮 两个人 选对了第一个 谢谢 谢谢16号 选对了第一个 但是别着急 这才是三分之一 7号我们来看董燕珍警官给出的答案 7号影子 董燕珍警官认为他的主人目前的字母 编号是 7号模特 7号是最难的 他那个双胞胎腿是威威有点揉腿的 等咱们选择这个7号是不揉腿 这个是特别难的 7号呢很容易地倒出来 第7号 7号模特 来 看姚刚警官给出的答案 2号 3号 4号 出的答案 3号 7号呢难度呢相对而言 很容易地倒穿 4号 5号 4号 7号呢难度呢相对而言很容易地倒穿 10号呢难度呢 192号呢难度呢 Р亚对而言很容易地倒出来 4号呢难度呢 D D 好 希望很大 我们有请字母编号为D的挑战助理 走上前来 7号模特 同样 慢慢地揭开你的字母编号 7号是最难的 7号很容易地描出来 7号是最难的 和它一起捞胎 它俩走路的姿势是一样的 这个是特别难 通过C和D行走的肩部 这个动态的感觉 包括耳垂 以及腮帮 两边之间的宽度 就是把最终的7号很容易地找出来 7号 7号 谢谢 谢谢7号 谢谢 哇 太厉害了 各位 我们的要求是 两位一定要全部选对 还剩最后一个答案 千万千万千万要选对 20号 请看董燕珍警官给出的判断是 20号模特 20号他这个好人 他不要是抬腿的力度和别人不一样 最后的20号对我来讲 信心量是最多的 轮廓都显得比较清晰 字母L 20号模特 来 请看姚刚警官给出的是 如果其中一个人找对了 另外一个人找错了 算挑战失败 他们俩答案必须是一致的 20号对应 姚刚警官是经过了图改 你之前是选择什么 顺序写凡 顺序写凡了 但是一开始您锁定的就是L 对 跟董警官一样 好 有请编号为L的挑战助理 走上前来 20号模特 慢慢地揭开你的号码牌 从那边 他两个站在不同的地方 不能讲话 看歌的 19号模特 20号模特 很多相同的东西 他是正开的 眼睛原来受不了 脑子要炸 他毕竟是从变脚印 变成了变影子 其实记忆这块是最难的 挑战成功 第二十号影子呢 和第十八号影子 他们是非常相似的 他们的相似点呢 在于能够都显得比较清晰 行走的当中呢 就观察下巴和他的脖子 以及肩部的宽窄 那么通过细微的观察呢 最后很容易地把第二十号 导出来 二十号他主要是 抬腿的力度和别人不一样 再一个他踝关节 比别的坚硬一点 比较好人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六个答案全部正确 哇 这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我本来以为 可能有一个警官 能够全部选对 但是有可能有一个警官 会出现一到两个事物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 两位警官 完全在各自的领域 发挥到了极致 全部选择正确 二位好 特别高兴 又一次见证了 你们的挑战成功的时刻 那你们这一次的挑战成功 和上一次在挑战不可能 舞台上的感受 有什么不同吗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我是特别感谢 挑战不可能这个舞台的 因为去年我在挑战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 我是希望通过我们 挑战这个节目 让更多的人了解 我们监狱民警的职业 认可我们的工作 在今年呢 我们五北有一个小伙 当时他在上海工作 他看到我们这个挑战 不可能变异时人的 这个节目之后呢 他就通过微博 私信联系到我 他对这个监狱民警的职业 特别感兴趣 所以他在今年呢 也顺利地加入到 我们这个队伍中来 当然这也离不开 他后天的努力 也是在报告当中 那么在今年呢 也是顺利走上了 自己的工作岗位 现在他在我们监控指挥中心 父亲俩现在都在 监狱系统工作 董警官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吗 有没有因为节目而带来的一些困扰 有 是2018年 在我们当地发生一起命案 等我到现场之后 村头都是人 但是这些人都举着手机 然后就这么录啊 然后我还听到有人在说 快看这是挑战不可能 那个董警官来了 这个案子如果要是破了 这个挑战不可能 这个节目就是真的 当时我也特别地有压力 就想不能给这个节目抹黑 然后我就特别努力地 用了半天的时间 把这个案子破了 其实很有趣的是 今天我们这个叫变影识人 这样一个挑战项目 而在西方哲学当中 哲学家喜欢把影子 看作是黑暗的影域 他们认为影子是事物的表象 甚至是事物的假象 但我们今天看到两位中国警察 通过重重光影 透过这样的表象 最后居然还原了事物的真相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在 未来的日子里面 利用你们的特长和技能 还我们以更多的公平和正义 谢谢你们 向你们致敬 警务人员是代表国家正义的力量 它是保护国家社会安全 跟人民生命财产的主要的力量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所有 警务人员致敬